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徐医师 现在电视、报纸、广播有很多医疗的资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听到的医疗资讯是正确的吗? 会不会你所听到的已经是被淘汰的旧观念呢? 科技日行月异 医学知识也不断的更新 医师只读传统的教科书已经不够了 医师还必须读最新的医学研究 才能够给病人最有效的医疗 但是在所有的医学研究中 也不是每一篇都值得相信 假设在美国有个医师发表了一篇研究说 他给五个病人吃维他命 而这五个病人都没有得癌症 所以吃维他命就可以抗癌 所以我们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治疗方法吗? 当然不是哦 在医学中我们发展出实证医学 把医学文献 依照本身研究的架构分为五个等级 等级越高 证据力就越强 也就越值得相信哦 随机分配在研究中非常的重要 可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干预 比较接近自然发生的状况 是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 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研究变因后进行实验研究 然后再将各组做比较 是所有研究中证据等级最高的哦 是在人群中抽取一个样本 按照是否暴露于某种病因 或是接受某种治疗来分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观察 最后比较各组的发病率或治愈率 是将研究对象 依照是否悲患某种疾病 或接受某种治疗 来区分为病例组以及对照组 再来比较这两组的不同 因为样本数比较少 所以证据力就比较低哦 就是医师在临床上 有实际治疗过的个案 来做系统性的研究报告 像是我们听人家说的偏方 没有经过科学验证 其实在医学研究中 是属于证据率最低的哦 根据以上医学文献的证据等级 在医学会中 医师就能讨论出最佳的治疗方式 也就形成了治疗指引 提供给全世界的医师 当做治疗的参考以及依据 治疗指引并不是一层不变 每隔几年 因为有许多新的研究发表 所以会重新制定新的治疗指引哦 以静脉曲张来当例子 欧洲血管外科学会 在2015年就有制定 慢性静脉疾病的临床治疗指引哦 像是微创静脉腔内热壁和手术 经过好几年的反复考证 证实具有很好的疗效 另外针对网状啊 或蜘蛛式状的静脉曲张 表皮雷射比较好呢 还是硬化剂注射比较好 治疗指引也有说明 硬化剂注射应该优先于表皮雷射哦 有些医师会说 静脉曲张不需要做到引静脉的源头处 只要将局部的静脉勾除掉 就可以治疗好了 因为缺乏许多大型的研究 所以这样的做法在治疗指引上 并不推荐哦 有些人会吃药或擦药来治疗静脉曲张 这在医学上没有很强的证据来佐证 吃药和擦药并无法使病病的血管消失哦 无效的医疗浪费钱 疾病没治好甚至会更严重 得不偿失 所以由专科的医师来正确的评估 有效的治疗疾病 这样才不会浪费钱又折损健康哦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医学知识 欢迎留言给我或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